古代的城墙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们屹立于山水之间,承载着无数历史的沧桑和变迁,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古代城墙并没有使用像现代水泥这样的建筑材料,却能够坚不可摧,可以屹立数百年不倒,这便引发了无数人的疑问,古代城墙的建造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的技术和奥秘? 大家好,欢迎订阅爱事说,在没有水泥的古代,中国的建筑师们竟然能够建造出兼顾无比的房屋和长城,粘土虽然可以粘合砖块,但它的兼顾性远不能与水泥相比。 那么,在古代中国,人们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呢? 他们所使用的特殊材料和巧妙的建筑工艺,古代的建筑师们深庵土的特性和石的构造,他们利用高质量的夯土,青石砖和糯米灰浆等材料,巧妙的构建起坚固耐用的建筑。 而其中最为壮观的例子便是长城,这座雄伟的防御工程不仅在数千年前有效地抵御了外族的侵略,而且至今仍然屹立不倒。 最令人惊叹的是,长城建造过程中竟然没有使用到任何水泥,没有现代的水泥和混凝土,古人是如何让建筑屹立不倒的呢? 其实,他们运用了一种神奇的建筑材料,石灰沙浆,别看这名字简单,它可是古代建筑中的一大黑科技,我们都知道石灰和沙子虽然有粘性,但在湿热多余的南方地区,这种组合的耐用性并不强,但古人自有妙计,他们发现在石灰沙浆中加入黄粘土,可以大大增加其粘性,这样一来,沙浆变得更加坚固,能够更好的粘合砖石,除此之外, 古代中国人民还发现了一种名为肾灰的特殊材料,此物质并非寻常之灰,而是由牡蛎或隔离贝壳经过高温烧制而成,其用于建筑,其坚固性甚至超过了石灰,在古代科技宝典天公开物中,便有对肾灰的详尽记载,书中提及,广东沿海地区的居民常使用肾灰来替代石灰进行建筑,这无疑可是做中国古代水泥的雏形, 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在建筑领域中展现的淋漓尽致,为后是留下了不朽的建筑遗产,除了提到的石灰沙浆,古代还有一种坚固的建筑材料,那就是糯米,软泥和石子的魔力结合, 长城的建造者们运用了一种神奇的混合物,为这座伟大的防御工程注入了不朽的生命力,这种混合物由糯米,软泥,细砂和石子组成,既增大了砖块之间的摩擦力,又能抵抗炮火的攻击,古代文献对这种独特制作方法有详尽的记载, 这种混合物的粘性和实用性,为了确保城墙的卓越品质,当时的统治者,甚至命令,在每块石砖上都刻上制造者的个人信息,此举无疑展现了对工程质量的极高要求与关注,这种严谨的态度和精湛的记忆,使得这些建筑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屹立不倒,成为中华文明中宝贵的遗产, 每一块砖石上刻有制造者的个人信息,一旦出现问题,可以迅速追根溯源,层层追责,这种制度虽然繁琐,但却有效,为了自己和家人免受惩罚,工人们会竭尽全力提高砖块的品质, 在现代,即使拥有先进的技术,也很难保证一堵墙能屹立数百年不倒,而在古代,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却能建造出如此坚固的城墙, 这无疑展现了古人的智慧和记忆,在古代中国,建筑师们可真是聪明绝顶,他们不仅会用我们之前提到的水泥,还会用一种叫做夯土的建筑材料, 夯土其实就是红泥,粗沙和石灰块混合在一起,看起来有点土黄色,在秦汉时期,那些壮观的工墙就是用夯土建造的,虽然夯土的强度比不上现在的混凝土, 但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足够撑起大型建筑的重量了,这些建筑师十分优秀,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记忆,造出了那么多经得起风吹雨打的建筑, 这些独特的建筑材料与古人的智慧相融合,共同铸就了世界奇迹,万里长城,然而,糯米辉将这一强力建筑材料主要应用于大型项目或特殊建筑, 普通民房则较少使用,在古代中国,民以实为天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有限的农业产量和自然灾害频发的背景下, 糯米作为宝贵的粮食资源,因此,糯米辉将作为一种高档奢侈品,并未得到广泛应用, 尽管糯米辉将在建筑中未得到广泛应用,但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却不容小击, 他们运用各种独特的建筑材料和工艺,创造出了许多屹立不倒的建筑, 在古代将数百甚至上千斤的巨石运送到施工现场,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这些巨石不仅体积庞大,而且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运输过程中会遇到诸多困难, 为了将这些沉重的石块运送到目的地,古代的劳动人民想出了各种方法, 他们利用简易的滑轮、杠杆等工具,结合大量的劳力和智慧, 运送巨石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为复杂的施工过程, 要将这些巨石搭建在一起,形成一个稳固的结构, 需要极高的技巧和智慧,古建筑师们通过精确的计算和设计, 确保巨石之间的平衡和稳定性, 他们利用石块的重量和相互之间的摩擦力, 创造出了各种独特的结构形式, 依然能够屹立不倒,除了建筑结构的稳固性, 古建筑能够屹立百年而不倒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粘合剂的运用, 在古代,虽然没有现代的水泥和混凝土, 但劳动人民利用当地的原材料, 制作出了各种天然的粘合剂, 这些粘合剂具有极强的粘负力, 能够有效地将巨石之间粘合在一起, 增加建筑的整体性, 正是这种严谨的态度和智慧的运用, 使得古建筑能够屹立百年而不倒, 这些建筑不仅在结构上稳固可靠, 而且在材料上也充分考虑了耐久性和实用性, 古人们深知建筑的重要性, 他们明白建筑不仅是工人居住和使用的场所, 更是文明的载体和历史的建政, 古代建筑之所以能够屹立百年不倒, 是因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具有卓越的智慧和严谨的精神, 这些建筑不仅是当时的重要文化遗产, 而且至今仍被我们景仰和传承, 成为了中华文明宝贵的遗产, 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记忆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建筑遗产, 让我们为他们的伟大成就而自豪, 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有一种看似平凡的材料, 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糯米沙浆, 这种独特的建筑浇泥, 由糯米沙浆石灰和植物之叶精心调制而成, 具有卓越的粘节强度, 硬度防水和抗震性能相传, 这项技术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 当时一位名叫张仆的工匠偶然发现, 将糯米浸泡并糊化后, 与沙浆和石灰半合不仅能增强材料的粘性, 还能防止渗水, 这个意外的发现为后世建筑事业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 随着时间推移, 古人不断改良和完善这一配方, 在唐代, 他们发现加入植物质如羊桃藤的枝叶, 能进一步提高糯米沙浆的粘结力, 这种天然材料的运用, 不仅环保无污染, 更展现了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 糯米本身含有丰富的淀粉, 且具有极强的粘结性, 它与石灰沙土混合后的粘合力惊人, 使得砖石堆砌紧密结合在一起, 这种卓越的工艺之所以能成功应用于诸如长城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之上, 是因为它为后世留下了无价的文化遗产, 这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 将糯米沙浆这种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传统材料发挥到极致, 糯米沙浆被广泛应用于重要的防灾防御工程中, 北京宁长城的部分路段就是利用这种独特材料砌柱而成的, 直至今日, 长城仍屹立不倒, 兼顾如故, 令人赞叹古人的智慧, 考古专家曾分析过长城废墟中的一砖, 发现那里夹杂着糯米残渣, 可见糯米沙浆的确发挥了关键作用, 透过对传统工艺的深入探索和传承, 不仅可以追溯中华文明的辉煌历程, 更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注入新的能量, 糯米沙浆这种简单而又不简单的材料, 蕴含了中国古代先贤对建筑和化学知识的深刻领悟, 值得我们后人永远宁静和学习, 除了优质的建筑材料, 古人在排水系统的设计上也体现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 故宫太和殿和西安城墙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太和殿位于北京故宫的中心, 是中国古代皇家权力的象征, 在雨季来临时, 太和殿前的九条龙雕有为墙眼, 细雨兮兮丽丽, 九龙涂水, 水流如梦如幻的清晰而下, 最终汇入沟渠, 缓缓流向故宫城外, 这种巧妙的设计不仅避免了雨水积聚, 更增添了一份神秘与美感, 这种排水系统充分利用了地势落差的优势, 通过九条龙雕的设计, 将雨水引导至沟渠, 最终排出故宫城外, 这不仅解决了雨季积水的问题, 还巧妙的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体现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 西安城墙作为古老的军事防御工程, 其排水系统同样设计精妙, 每隔四十至六十米就设有一处雅致的雨水口, 采用砖石结构精心铺就, 雨水汇集至此, 通过排水槽缓缓流出地表, 再由石至土水水淹导, 稳如城墙的生命线, 这一百六十七个排水槽为整座城墙保驾护航, 即便遭遇狂风暴雨, 仍能安然无恙, 两座古迹的排水系统各有特色, 但都展现了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他们利用地形地势的优势, 精心设计引导水流, 不仅解决了雨水排放问题, 更保持了建筑之美, 增强了建筑的稳定性, 这对于现代城市规划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提醒我们在规划城市基础设施时需充分考虑自然因素的影响,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除了建筑本身, 古人在城墙的防御设计上同样汇聚了无数智慧精华, 北京城墙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北京城由紫禁城, 黄城, 内城和外城组成, 其中外城城墙的防御设施尤为精湛, 角楼, 马面, 护城河等错综复杂的结构形成了坚固的军事要塞, 角楼作为城墙重要组成部分, 为四角独特的结构和位置提供360度视野, 使守军能发现并对抗来自任何方向的威胁, 角楼的建造采用了复杂的非岩设计和多层结构, 使其在抵御炮火攻击时更加稳固, 这种精心设计不仅增强了角楼的防御能力, 也体现了古人对军事战略的深刻理解, 护城河则是北京城防御体系中的另一道屏障, 这条宽阔的人工河流环绕着整个城市, 不仅阻止了敌人直接接近城墙, 而且通过引入水源, 形成了天然的防御屏障, 河水深且湍急, 难以轻易渡过, 更不用说携带重型装备的敌军了, 这种利用地理环境优势的做法, 充分体现了古人对地形地势的精准把握, 而正阳门建楼的设计则是防御攻势中的精华所在, 这座威厄壮观的建筑屹立于正阳门前, 其结构坚实, 窗幅小而多, 既能抵御炮弹, 又便于守军观察和射击, 建楼内部空间宽敞, 可储存大量武器和物资, 以备不时之需, 更巧妙的是, 建楼与瓮城紧密相连, 瓮城本身就是一个诱敌深入的陷阱, 可以诱使敌军深入, 然后四面河围, 歼灭敌军, 这些精心设计的防御措施, 加上北京城内丰富的战略资源和训练有素的军队, 使得这座历史名城成为一个固若金汤的首都, 其安全可靠性无疑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这充分展现了古人在军事防御领域的卓越智慧, 为后是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古代建筑之所以能历经沧桑而依旧屹立不倒, 并非偶然, 这计得益于古人高超的技术和优质的材料选择, 也离不开严格的监管制度, 从糯米沙浆到排水系统, 再到城墙的防御设计, 无不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和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 这些智慧结晶不仅展现了中华文明的辉煌, 更为现代建筑提供了宝贵启示, 让我们以虚心的态度学习仙人的智慧, 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 将这些古老的建筑理念与现代工艺完美融合, 续写中华文明的灿烂篇章, 通过对传统工艺的深入探索和传承, 不仅可以追溯中华文明的辉煌历程, 更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注入新的能量。